台北市场候选人连盛文跟柯文哲在后天就要进行辩论了 结果现在双方是不是叠对叠到了最高点了 柯文哲的政策办公室昨天晚上竟然传出来有窃听疑云 今天一早中华电信工程人员还有建设人员 就到了柯文哲办公室去检查 结果证实一楼的TX线接到三楼 三楼的分店商也有两条因缘线可以接到九楼 这个柯文哲办公室的两只电话 柯文哲说不愿意做过度的指控 专业的问题交给警方专业解决 但是让已经剩下四个礼拜的选情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中华电信人员带着专业查修器具 台北市警局见识人员也搜出一袋证物 走出柯文哲位于台北市建国南路的政策办公室 经过一上午的追查 证实柯办存在被窃听器材 在一楼从接线的地方 他有叫做TX线 就是有分支 然后接到三楼 表示说从三楼就可以听到我们九楼办公室的所有的电话 这是一个事实的部分 柯办透露见识人员在一楼寻破TX线 可以接到三楼分店线的阴源线 等于监听九楼两支视化 目前警方正进一步查验指纹 而回顾整起案件 科办接连几天察觉行程遭不明外泄 在11月4号晚间11点47分 进行例行性安检 发现了一条黑色跨接器的线头 直到凌晨2点20分 事行大证实这就是可以接录音机的器材 七个钟头后确定可以监听九楼视化线 选前惊爆监听怡云 科文哲把敏感问题交给间调厘清 昨天我们那个市政顾问团 草泥的名单也被公布了 所以很清楚那个泄密的来源 是在我们那个政策部的那个办公大楼 从那边出来的 我想是这样的 在选举的敏感期间 我们也不要做太多预测 我还是坚持专业问题专业解决 不愿意点明示对手出奥波 毕竟在案情没有明朗之前 不管是台湾水门案 有内鬼或者搞乌龙都有可能 科文哲警示应对就还一不小心 坏了许致 借过现场求上完 S小组的采访报报道 词委 Henderson 赐原avat 看得知